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冬瓜是一种营养比较丰富的食材 今天想要用冬瓜给大家分享一道不钙汤 每周喝两次增强钙质,增加骨密度 立方骨肉通通的流逝 能够达到很好的不钙 强壮身体,健脾养胃 滋补脾胃 作用是比较广泛的 对我们身体的好处是比较多的 做法又简单 用的食材是比较简单的 赶快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喝吧 我们先准备冬瓜 冬瓜是摊上上面比较常见的蔬菜 冬瓜性含 含药素 不饱和脂肪酸 蛋白质 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经常吃冬瓜 可以起到降脂 降压 减肥 美容养盐 护肾拎药 清热解暑 补钙 补铁 补铁 营养比较全面的 冬瓜中含有饼唇二酸 可以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 体内的脂肪堆积比较多 对防治高血压 动脉中央樱化 高血脂又很好的帮助 而且冬瓜的上热纤维含量比较高 可以吸水膨胀 避免过多食物的射入 有很好的减肥重生的效果 冬瓜含有油酸 维生素 瓜氨酸 可医治黑色素的沉淀 具有美白 去斑护肤的效果 并且冬瓜还能够护肾阴药 冬瓜含有的总氨酸胡萝卜素 对生拱引起的肾损伤 有保护的作用 能够缓解体内水质流带 水肿症状 冬瓜汁以及冬瓜提取物 可以促进排尿 增加排尿量 冬瓜胃干 心寒 夏天吃冬瓜 可以起到清热生肌 解暑出饭的作用大 营养比较丰富 口感也好 由于这个夏天 天气又热 可以多吃冬瓜 既补钙又养生 排骨一般指的是猪排 是烹饪菜肴的一种食材 含有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 大量的磷酸钙 骨胶原 骨胶原蛋白 可为幼儿老人提供钙质的 具有滋养壮养 一筋补血 强健筋骨的功效 排骨含有大量的 磷酸钙 骨胶原 骨粘蛋白 营养比较丰富 排骨可提供血红素 也就是有机铁 能促进铁的吸收 可以改善确定性的贫血 排骨胃肝 性寒 入脾 胃 肾 肾 可以滋养脾胃 合理的食用排骨 能够保健 补钙 健脑医治 中医认为 排骨可以补中益气 无论是 酱排骨 还是排骨汤 红烧的 爆炒的 排骨都有着 补中益气的作用 特别适合 肾虚体弱 产后血虚 便秘 咳嗽 不须的患者食用的 排骨含有蛋白质脂肪 为人体提供优质蛋白质 必要的氨基酸 可以补中人体所需要的 营养物质 含有铁比较丰富 微量元素吸引含充足的 所以吃排骨 既可以补中盖 又可以补中铁 还可以增加维生素 健脑医治 补钙效果很好的 黑豆 又名乌豆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多种矿物质 以及微量元素 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 含有花青素 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 能够清除甜的自由基 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中 能够增加肠维的蠕动 黑豆是黑色的 黑色熟水 走肾 黑豆作为黑色的食物 能够有利于不肾的养肾 而人的肾主精血 是能咬到滋养 身体的气血充足 所以吃黑豆 可以滋补肾脏 维持肾功能增长达 黑豆中含有的比较多的膳食纤维 以及低聚糖 可以帮助肠维的蠕动 黑豆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 以及低聚糖 可以帮助肠维的蠕动 食品的胀气消除达 把毒素顺利的排除 改善便秘 还能够改善肠道军群的环境 起到调整肠内的 微生态环境的作用 黑豆含有钙 铁 维生素 营养比较全面 黑豆并誉为斗中之王 钙含量比较充足 要比其他的斗力高出一只大 营养有些的丰富 黑豆本身富含维生素 可以抗氧化 抗衰老 花青素 以及一黄筒 能够清除甜蜜的自由基 起到抗氧化 增强活力的作用 黑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的 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 能够增加身体的抵抗能力的 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 大油酸的含量比较高 吃黑豆可以补充脂肪酸的 最容易引起的胆固醇的胎泻 清理血管 黑豆对健康有很多的好处 很多人不适合吃黑豆的 肠炎不好的人不要吃黑豆 容易出现脏气 花生被用于长寿果 营养尤其的丰富 花生的钙含量要比较充足的 还有新元素 蛋白质 氨基酸 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 提高记忆力 其中的钙元素 能够促进儿童的骨钙发育 预防老年人的骨钙流逝 还可以增加体力 虚和脑洞脑立脂 老年人 学生吃花生 花生还能够有效地 延缓人体的过脑的衰老 达到预防骨粹中的症状 还能够抗氧的作用 花生含有一种生物活性很强的 天然多分类的物质 叫做白灵卤醇 对于人体的健康有很多的好处 花生中含有油脂 多种维生素 玉米属于一种常见的粗粮 中所周知 粗粮最有很好的健庇阳味的作用 经常吃玉米 能够有效地保护胃部 玉米含有的多种维生素 骨氨酸 微量元素 其中的维生素A 维生素E 能够有效地起到抗氧的作用 维生素B 微量元素C 可以保护肠胃和神经传统的 系统 多吃玉米 既能够美白 还可以补钙的 这样做好的冬瓜排骨玉米汤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尤其是补钙方面 非常的友好的 比较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每周喝上两次 可以强壮骨肉 增强钙质 对方骨质松松 增加骨密度 强壮身体 使我们的腿脚有力 腰腿不疼 要细酸软远离我们 整个人身体特别的强壮 走路也有劲 是麻麻香 这道排骨汤做法比较简单的 收藏起来试一试 做给家人喝吧 又营养又好喝 又鲜美又养生的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视频对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一会儿